自从他说 从一来美国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给他买了一个新手机 文贵先生马上安排 在香港的战友 给他送了新手机 新号码 但是他是手上两个手机 我跟他原来的手机 一直说 这个我们也说 美国CIA会让你直接接到 航空母舰上去 到大使 又是说私人飞机 给他们打掩护 你记住我们那时候说私人飞机吗 还记不记得咱们直播说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号 实际上就是已经给他买好票了 然后文贵先生那时候记不记得说 这个科学家 已经到了欧洲 记不记得那几天 实际上就打掩护 已经到了欧洲了 对对 还要在跟英国的那个什么什么部门聊天 对对对 到了欧洲了 对 不敢来美国 对 不来美国吗 对 然后所有的骑士 他们肯定想着路德 这个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别人想着 知道吧 明白不 然后 告诉大家 他上了飞机 他原先的那个手机都没拿走 就那个号 都没拿走 知道吧 一直在香港 因为 他上了飞机五个小时以后 就是彻底飞离中国 就不可能返回了 那时候 然后呢 为了稳住 所以当时就通过那个手机发了个短信 那个手机刚发的短信就被定位了 就已经 就几个小时 飞出几个小时 香港警察 整个到处在找 几十个人 几十个三拨 每一拨都十个人说是 去到整个香港港大 去到他住的地方找 第一时间 就已经通知到 中共的公安部 国安部啊 当天晚上 第二天早上 因为晚上飞机吧 就已经跑到 就已经到 山东省公安厅 青岛市公安局 就已经跑到他家里去了 好多部门 因为他当时打电话给家里 因为他到了以后打电话 说 说你怎么回事啊 好多人来在家里头 后来 他们因为怕录音嘛 这边打电话过去 咱们博士跟他们打电话 说 说什么 这个说你失踪了 报失踪 二十四小时都没到 报什么失踪了 是不是 这第一 第二 这说好的 给他们单位是叫请假 请年假 十几天 报什么失踪了 是不是 大家想想 所以你看 中共有多紧张 十一之前 完全都已经被布控了 跟你说 但是咱们的策略 他当时 说白了 他包都没拿 对吧 他电脑都没关 他还故意放了个包 那里 别人以为 对 这个节目里讲过的 对对对 他以为 人在那里 他说 他就给 他的这个监控他的人 就说 他去实验室了 因为他们的 一进P3实验室啊 基本上就是手机要联系不到嘛 知道吗 因为那段时间 为了走 他就天天进P3实验室 天天 所以养成一个习惯 别人觉得 一到这个时候 他就进P3了 实际上 他就去机场了 知道吧 明白吗 所以很多事情 太震惊了 这个太牛了 太有策略了 对 很多故事 我跟你说 那段时间 因为他前段时间 连续十几天 天天去P3实验室 到晚上九点多 才那个 联系上 然后回去那个 四五三四点 所以你看看 然后联系不上 别人决定 没事 应该是在P3实验室啊 知道吧 因为他进这个实验室的话 一般都是 单独进去吧 因为别人 要换衣服的 要全身 要喷过的 那个 进去手机都不能带的 明白吧 所以在这个里头 是很多事情 在这里面 就是做了很多惊心痛破的 但是确实也是天意 就是当时 五分钟联系一次 因为有新手机嘛 五分钟联系一次 上了飞机以后 然后后面还有 到了美国更多的故事 听到 那 我 这是